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你们好,现在是英国的时间,早上11点 我本人呢,在英国这边7点半的时间到9点半的时间 已经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两个小时的现场直播 是关于香港今天7月7号2019年的另一次在九龙区的一次抗疫游行 现在不是很具体,应该是两三万人了 这现在而且是有一部分已经开始回家了 但是还有龙头龙尾嘛,就是龙尾的人还没有进入九龙区呢 他们要坐地铁,因为知道这个尼敦道 尼敦道是一条很长的,应该有十来里吧 这样一个很长的一条道,游马地游敦道 然后直接到金沙嘴的那个文化中心 大家知道金沙嘴的那个文化中心,什么天文馆的那个位置 所以整条街呢是有很多人的了 这还是又是一次自发的一次大事为游行 今天星期天嘛,然后香港的早上还下了一阵雨 现在又看有些地方已经停了 很多青年人,家长,孩子,小朋友几岁都出来了 我当时跟一些,因为做普通话直播分享嘛 就是今天早上我做的这个分享的时候 主要是跟大家交流的多 所以我自己说的也多 可是当我坐下来看的时候呢 现在是已经是又是两个小时之后的 我直播之后的两个小时了 看到呢,他其中今天香港人的游行的目的呢 就是还是那个五大诉求 第一就是要撤回这个反送中国的这个恶法 第二呢,是林郑月娥下台 第三是就是重新改写这个6月13号冲进立法会的那个暴徒的定义 其实是不是,他们不是暴徒 他们是非常有秩序的 只是表示一下他们的抗议跟愤怒 而且很多贵重的东西他们没有拿也没有抢 喝了一些东西,吃些东西 他们都把钱放回去,都给了钱 那可见他们不是暴徒 于是这是第三个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香港人民要要求普选 要要求普选 没有普选就 没有真正的香港人民需要的这么一个特首 因为林郑月娥不是人民普选出来的嘛 第五个要成立特别委员会 是调查6月12号那天是谁下的令 要向这些手无寸铁的游行示威者们放这个布袋子弹 然后呢,还要追究这个下令的这个人 那就是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他们还在继续逮捕 抓一些学生,抓一些年轻人 所以今天这个五项诉求之一就是要抵抗这件事 一共是五大件事 然后要林郑月娥下台 然后测回恶法 公民要重新选举 那今天这个7月7号的这个游行呢 我还看到它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内容 因为我在直播的时候没有看到 所以今天这个我在这个视频里 我再跟大家增加一些 今天这个大游行示威除了那个五项诉求之外 之一他们选择在九龙 选择在这个迷敦道 他们选择在迷敦道上祭局 然后呢走向金沙嘴 然后还要还去了这个林郑月娥的那个礼宾府 就是林郑月娥住的地方 是非常舒适非常漂亮的 有中西结合的那种那种豪宅 那而且林郑月娥拿很多的年薪 应该是五十万 每个月吧 大家有兴趣的再证实一下 今天7月7号香港人又出来 完全是自动的整个社会的 而且大部分人99%的人都穿着黑色衣服 还是还拿着雨伞 他们很多标语要撑住香港 香港要撑住 其中今天7月7号一个另外一个大内容呢 就是我刚刚看到 所以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下 因为从6月9号到今天这个时间内的香港呢 这是几个星期的香港了 林郑月娥确实是没有真正面对市民们的呼吁 香港政府都是警察交流的多 而且跟真正的香港市民没有什么对话 没有一个诚恳的态度 然后这就更让香港市民有些绝望 其中到这个时间已经有四位不幸的殉难者了 非常的表示哀悼 而且这些游行的人他们也默哀一分钟 然后昨天晚上也在一个很大的场地 烧了一些蜡烛 献了一些白花 来纪念这几位殉难者 这是一件大事 另外一件大事呢 就是中国有很多在香港旅游的这些 我们说的大陆人的内陆人内地人 他们这次这些游行示威人中的 这所有人的今天其中的一个目的 就是想把香港人的这些呼声呢 还有为什么要反这个送中这种恶法 送回中国 把罪犯送回中国 香港人管它叫恶法 这个恶法呢 他们形容像两把刀一样放在你的头上 随时会落下来 会落在任何人头上 连包括在英国 在香港的所有的外国人跟外资 都全部都包括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世界级的影响 那就遭到了香港本港的200万人 或者更多的 这些游行示威人的抗议 香港市民的各阶层的 那中国又来了很多人 其实还暴打这些示威游行的人 那就变成了中国内地人 讲普通话的人呢 来到香港呢 却用暴力来对付这些和平示威的人 于是呢 就引起了香港社会的非常大的反感 然后还说简体字的 说简体字的 你回去中国 你不要来香港 然后还有说可恶的大陆人啊 什么的 当然这些反应都是针对那些 不支持反送中的这些人的 那这些人也拿了钱了 然后呢 来做这件事 但是也有些很多肢体上的冲突 我看到了真的有点像 其中一个香港的一个女议员的 姓梁的叫什么 他是坚决支持中国政府的啊 然后呢 他也扯了一帮那个家属老娘们一样的 那种爹道大妈 然后呢 纸上骂槐的骂骂骂 然后他站着一方 好像这整个像一个欧豆的状态 哪里像一个比较文明的 一个议员的一个状态啊 然后 也有很多香港人 也是在 在怒斥这些 游行示威的这些 两百万人 这些人的人 所以 有些肢体冲突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 不会讲广东话的一个 一个男人呢 在偷拍这些学生的样子 然后被他们发现以后 就把他抓住了 按在地上 但是他没有伤害他 后来是送到医院了 还是他是病了是怎么样 所以 很多人就是拿了钱之后呢 来做这些卑鄙的事 那香港人 现在都非常警惕 非常警惕 他们要呼吁团结 然后呢 今天 7月7号上街的人 很多人都不戴口罩了 原来 几次的 昨天屯门还有很多 全部戴口罩 很热的 都戴着这样 遮着脸嘛 所以 今天有少部分人戴口罩呢 现在的 游行还在进行 有些龙头的一些人 到了金沙嘴之后 就已经离开 但是现在从龙尾的进来的 还有很多很多人 还在地铁中 在往这个 尼敦道上赶呢 为什么尼敦道 他们就是 想选择这个地方呢 因为太多的中国游人 他们相信 有很多从国内来 在金沙嘴游览啊 在尼敦道购物啊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香港的一个很重要的 两条大街和一个 一个购物的一个地方 于是呢 我刚才听到 香港人呢 举着喇叭 在大声的喊 他说我们 希望大陆人支持我们 没有暴徒 只有暴政 他们都是用 比较生硬的 普通话在喊着 其实我相信 看这些游行示威的视频呢 这两三个星期以来 有很多中国人看 肯定是在中国大陆人看 然后有很多留言 也有些就是 还有人说反共 是每个中国人的天职啊 还有的说的 不要理香港啊 在这里边有很多 说的要平安啊 什么 这都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那今天这个 7月7号的这个大游行呢 我觉得很 非常 非常有脑筋的 香港人 他们看到这些 大陆人 然后被派使来 来香港 跟他们发生冲突的 这个 这个事实呢 之后呢 他们没有以对抗 或者谩骂的形式 他们是以一种 友善的态度 想跟他们传播一下 其实这些大游行 就是已经在用一个现实 在告诉很多 在大陆的中国人 这就是民主 这就是你要去争取的 你的权利 每个人都是有一份责任 每个人都要出来 那所以香港人 都在做这件事嘛 而且香港人 还非常善良的 就是说来传播这件事 就是跟在香港旅游的 这些人 然后有些记者 非常的好奇 就想拖着镜头 找一找 是不是正在 迷敦道上散步的 或者是正在 尖沙嘴购物的 有没有中国来的 但是目前我还没有看到 我没有看到 但是这种善良 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了 就是香港人的这种 他们的这种智慧 就是说 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 我们会团结更多的人 要团大陆 而且很多人都相信 中国 在中国的中国人 也在很多人都在渴求 民主跟自由 和个人的人权 还有集体的人权 和被那些封杀的 我今天早上做直播 我就看到有两个 搞艺术的朋友 他们就说 他的创作就备受到局限 一个画家 画了一个裸体的 女孩就被两次 被监察 所以这都是 都是人性的扼杀和禁锢 那这样就是 这就叫倒退 是不是 所以现在他们香港人 几次这样呼吁被感动 他也会听到的 他的妻子儿女都在香港了 所以这是正确的事 因为香港的警察是保护人民 而不是从来没有 我看到有伤害人民的 特别是这个一个和平理智下的 一个罢工的 罢市 罢课的这么一个 视为游行礼 现在看的香港人是 已经不是那么激愤了 他们回到一个和平理智的状态 但是他们似乎也准备好 要长久的去对抗 用尽可能的方式 任何方式去对抗 而且很多母亲已经出来 这些母亲看到 四个跳楼刺杀身亡的 这些孩子是非常无辜的 所以母亲们看到 不要再继续发生 所以很多女性都呼吁说 你们要珍惜生命 不要做殉章品 然后我们有很多方式 我们可以长久的抗衡 所以今天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时间 所以我看到迷敦道 我都是去了多少次的了 见朋友 带工作 当时在那边弹音乐 教普通话 真是 所以今天看上去很亲切 金沙嘴 欢迎你们去香港 有时间看一下 香港还是个很美丽的地方 好 请大家继续支持香港 支持正义 谢谢你们 我们下次见 这是一中国女人 在英国的出洋牡丹 星期天快乐 7月7号 2019年 再见